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被拉去当钻钉 被迫参加诗班 有一年我们一唱完 一泄完唱之后 一下来有一位说自己很懂音乐的师母 就来告诉我们 他说 刚才你们当中有弟兄走音了 一听到师母的批评 大家都很紧张 到底是不是我走音了 那我就很淡定地跟师母说 肯定不是我走音 因为我只有张张嘴不唱歌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我绝对不会烂于充塑的 我每次都非常积极参加这个排练 我每次都是全力以赴 每次都是求神干强赚当我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那些有音乐恩赐的同学 或者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懂节拍 你们懂音符 你们懂什么时候开始唱 所以对我这些音乐门外汉来讲 神还是使用我 经常叫我参加这些音乐侍奉 我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恩赐有多种 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 侍奉有多种 却是同一位主所赐 工作有多种 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个人工作的能力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 我这个是现代中文译版 这句话我非常地喜欢 因为这句话里面不单是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 你看这里有圣灵 主 上帝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在里面 另外这句话也告诉我们 侍奉的恩赐 侍奉的能力 侍奉的果效 都不是我们自己 都是三位一体神所赐给我们的 今天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 众所周知 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这四章经文都是讲一些 教会里面的公开崇拜里面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上个礼拜 奔牧师这里跟大家讲了崇拜的时候 我们会一些姐妹要门头来崇拜 来讲到的事情 今天我们如果打开这个和合本圣经 我们会看到和合本圣经给十二章的题目就是 属灵的恩赐 所以很明显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就是讲属灵恩赐的教导 属灵恩赐 我想我们 只要你是基督徒 只要你的教会生活过的 你都会很熟悉 属灵恩赐 这个教会的名词 我们会经常听到这个名词 我们会说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他很有属灵恩赐 我们会谦虚地说自己 我没有什么属灵恩赐 我们也会常常以 我没有属灵恩赐 来做借口 来推迟一些的侍奉 虽然我们 大家好像对属灵恩赐这个字 很熟悉很熟悉 但是你们 我们真的知道 什么是属灵恩赐吗 神学家古德恩 他定义属灵恩赐是 属灵恩赐乃是一种 被圣灵所赐予或添加 并在教会侍奉中 被使用的能力 我特别用白色的字 就是强调了一些几个字在里面 这句短短的一句定义里面 我们看到 圣灵教会侍奉能力 这几个字出现 很明显 古德恩的定义 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是息息相关的 我想他也是根据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来做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 告诉了我们三点东西 第一是圣灵是来自圣灵的 第二 圣灵是造就教会的 第三 圣灵有奇妙的能力 当然也讲到 圣灵有各类的恩赐 属灵恩赐的源头 就是来自圣灵 它不是出自我们本身的 保罗说 这一切都是从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几亿分给个人的 很明显 可以告诉我们 圣灵是三文一体神 赐给我们的一种能力 属灵恩赐 它是为了造就教会 保罗在这里说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这里这个人 其实是指大家的意思 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这句话的翻译是 为了使大家得到好处 大家 就是你和我都要得到好处 也就是一个群体 都要得到好处 那这个群体 简单来讲就是 要建造教会 也就是说 一切对建造教会 可有可舞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叫它属灵恩赐 充其量 如果你音乐非常好 如果你画画非常好 如果你舞蹈非常好 我们都只能说 这是你的天赋 这是你的才能 这是你的特长 但是如果这种特长 这种才能 这种天赋 用到教会面去 它能够帮助造就教会 建设教会的 那这就是属灵恩赐 属灵恩赐是一种奇妙的能力 它会让我们更新 它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所以保罗说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圣灵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说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 耶稣是主的 所以在我们未信住之前 在我们圣灵还没充满我们之前 我们的思想是跟现在不一样的 我们那时候 当我们现在被圣灵充满之后 圣灵赐给我们属灵恩赐之后 我们就不会去说 咒诅神的话语 我们也不会在心里面去相信耶稣 并在口里面说 耶稣是我们的主 属灵恩赐是一种奇妙的能力 它不是担当的一种能力 它这种能力是很多方面的 保罗在八到九节里面 为我们列出了总共九种的属灵恩赐 有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信心 医病 异能 先知辨别诸灵 说方言 方方言 这九种的能力 听起来也挺复杂的 但是为了让我们更能明白 更容易明白什么是属灵恩赐 保罗用身体为比喻 让我们清楚地明白 每一样恩赐 他们都是宝贵无比的 每一样恩赐 他们之间都有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保罗讲到这种关系 他有三种关系 第一种是相同相连 恩赐虽然很多 有各种恩赐 但他们就像身体的肢体一样 他们都是互相地彼此相连的 所以保罗说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另外 属灵恩赐 就像身体的器官一样 他们是相依相顾的 恩赐有大有小 恩赐有轻有重 但他们都像我们身体的肢体一样 每一样都是重要 缺依不可 保罗说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肿药肢体彼此相顾 最后保罗又讲到 我们的肢体 我们的圣灵的关系是 相苦相乐 恩赐虽然多 但他们是息息相关的 只要我们同刚共苦地 互相地配搭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 可以一起荣耀神 所以保罗说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保罗为什么要在 哥林多前说十二章 特别地去讲属灵的恩赐呢 其实这里最起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回应要求 这是哥林多教会 对保罗的一个要求 你看我们在第一节里面 看到说保罗说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们自从第七章开始就讲到 从第七章开始 我们就会经常看到 保罗讲到论什么 论什么 论什么 也就是说 保罗收到哥林多教会的书信 信里面讲到 关于属灵恩赐的事情 所以保罗就回应他们的书信 所以为什么要讲属灵恩赐 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问保罗属灵恩赐的事情 所以保罗要回答他们 什么是属灵恩赐 另外保罗也看到 从书信里面看到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对这个属灵恩赐 是有太多的误解 所以保罗希望他们能够 重新正确认识 属灵恩赐这个教导 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大家听起来非常的熟悉这句话 因为保罗经常讲这句话 保罗用这句话讲的时候 都是讲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 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第二十五节里面 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保罗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然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 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 保罗说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这里保罗是要教导大家 基督徒要信靠神 靠神才能够战胜苦难 然后我们在 在帖撒隆家前书的第四章 第十三节里面 保罗又说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不知道 这一章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里是讲到保罗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基督徒不要惧怕死亡 我们要有盼望 我们要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 可见而知当保罗讲到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类似的话 就是说他将会讲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教导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 提到很多很多属灵的恩赐 刚才我们讲到八到十节里面 他提到了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信心疾病 义人先知 辨别诸灵 说方方言 还有在二十八节里面 保罗又提到了 使徒先知 教师 义能 医病 帮助人 治理事 说方言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恩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种 保罗虽然立跌取了这么多的恩赐 但是到底哪样恩赐最重要呢 哪样恩赐是最大的呢 保罗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里面 他一连用了七个问号 来强调了恩赐的重要性 大家都是相等的 保罗说 岂能是使徒呢 岂能是使徒吗 岂都是先知吗 岂都是教师吗 岂都是行义人的吗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岂都是方方言的吗 在中文圣经里面 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如果起不知道 起不知道是 其实答案可以yes or no 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 原文圣经里面 保罗是用了一个特别字 当用到这个字的时候 他的文法上面就告诉他 答案肯定是no 肯定就是不是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保罗 就告诉大家 没有一样的恩赐是特别重要的 每一样恩赐都是同等重要的 很多学者都认为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其实是过于重视一些 外表的属灵恩赐 特别是有关讲方言的恩赐 保罗所说的方言 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地方的方言 像福建化 闽南 上海化 或者是温州化 或者是广东化 这些是地方方言 但保罗所说的方言 就是一种特别的语言 就是一种叫做speak in tongue 是一种别人听不懂 甚至连讲话的人也听不懂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常常以为 拥有这种说方言的能力 是一种荣耀 虽然保罗没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 清楚指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何对方言着迷 如何对方言疯狂 如何对方言执着 但我们可以从保罗 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讲方言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多么重视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太注重讲方言了 其实在除了十二章之外 还有十三章 再加上十四章 都会讲到讲方言这件事情 我们很应该相信 哥林多教会的确 有关于方言这个问题上面 遇到了很多的麻烦 第一 讲方言 为崇拜带来了麻烦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自以为是用方言讲道或者祷告 就是一种属灵的表现 所以他们讲道的时候也讲方言 祷告的时候讲讲方言 所以教会形成一种混乱的局面 保罗清楚讲明 恩赐一定要造就教会 恩赐一定要帮助建设教会 如果讲道的你们听不明白 祷告的你们也听不明白 领唱的唱歌讲方言 你们也听不明白 那你们来教会崇拜 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保罗是坚决反对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今天如果我们崇拜的时候 我们的主席用闽南话讲 今天的牧师用温中话讲道 今天你们的领唱 用上海话领唱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会坐在这里 想干什么 你们一点都听不懂 一点都不知道 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有什么益处呢 还能够造就教会呢 其实我倒挺赞成 牧师讲道可以用方言 那我昨天晚上就不用准备讲章了 反正讲了你们也听不懂 所以这有多好的事情 不过现在我讲了 可能你们也听不懂 就你们就当我讲方言吧 然后弟兄姐妹又出现一种 互相攀比的情况 因为他们自以为是认为 讲方言就是一种属灵的表现 所以他们往往说 我可以讲方言 你不可以讲方言 我是比较属灵的 另外弟兄姐妹 也因为方言之行 这件事情出现了彼此论断的情况 因为他们自以为是认为 我的方言是比较你属灵的 所以他们会批评 某某人的讲方言 讲道或者祷告 他们是不属灵的 某某人不能用方言讲道 或者某某人不能用方言祷告 他们是不属灵的 所以因此讲方言 已经为哥仁多教会的崇拜 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又出现了攀比的局面 又出现了彼此论断的局面 因此保罗在哥仁多前书十二章里面 他要透过这篇的经文 他去解释圣灵与属灵恩赐的关系 保罗要强调属灵恩赐的种类虽多 但他们都是出于一位圣灵 保罗也借此去劝诫弟兄姐妹 不要去论断别人的恩赐 更不要去断言别人的恩赐 并不出于圣灵 而且保罗最后在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还劝告哥仁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要不断地追求更多的恩赐 保罗说你们要切切地求纳更大的恩赐 也就是说保罗劝导这些哥仁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要骄傲 不要满足 你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 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 应该是下个礼拜的牧师会跟大家讲 什么是更大的恩赐 保罗的教导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丰富 更多前书十二章 除了让我们对属灵恩赐 有更深的认识之外 而且更多前书十二章的教导 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特别列举了五点 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教会里面 第一就是全民皆兵 第二就是彼此扶持 第三是主权在神 第四是多给多取 第五是鼓励恩赐 全民皆兵 一间健全的教会 并不是说我们人数要达到某一个数字 也并不是说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精英 一间健康的教会 一间健全的教会 一个伟大的教会 应该是人人皆迹师 人人都甘心乐意地参加事分 人人的恩赐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人人的恩赐都可以去帮助教会 去帮助教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教会一定会得到复兴 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 我们不趋势犹太人士 希腊人士 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引于一位圣灵 也就是说我们 无论是男的 无论是女的 无论是恩赐大的 无论是恩赐小的 无论是年幼的 无论是年长的 我们都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都可以为教会的事情出力 就拿我自己做例子 我真不懂音乐 但是我也经常地去 有机会去参加有关音乐的侍奉 虽然我也闹出了很多笑话 但我还是很勇敢地去接受这些的挑战 就像有人说是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就是你们尴尬罢了 我在做牧师之前 曾经在墨尔本的一家中文学校里面当老师 有一年结业的时候 就联尾结业的 就不是毕业典礼 就是结业典礼 就是联尾的时候 学校安排我去做领唱 去带领台下的家长 学生 老师去唱笑歌 结果那天我一上去 音乐响了 感情开始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唱 所以就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之后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那天不是我领唱 是台下的家长 跟台下的学生 台下的老师 带着我唱 所以想起来也挺尴尬的 本来是我先开始领唱 结果是人家带我去唱 后来 有一次在我老教会 老教会里面 我做主席 我做主席 我们那时候的规定是 主席兼领唱 所以 钢琴夜响起来 我突然间脑袋一片空白 我那首歌不会唱 结果那天就变成了 钢琴独咒 想起来挺尴尬 但是我也不知道 神为什么每次都使用我 去做这些 我不熟悉的事情 希望这里不用我 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 彼此的扶持 恩赐有大有小 而大小程度 并不是按照我们的 专业能力而定的 并不是按照我们的 职业有多高 也并不是安定 我们的收入有多高 来决定我们的 恩赐的大小 恩赐的大小 是按照我们 对教会的贡献而定的 所以在我们的 侍奉中 千万不要去 论断别人的恩赐 我们要学习 彼此接纳 彼此鼓励 彼此辅助 所以在侍奉中 我们就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 一起蒙恩 就像这张漫画里面 所说的 他说 无需和别人比较 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 都是独特的 并且他没有要求我们 拥有和别人一样的成就 只要我们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 所以只要我们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 我们都会在主耶稣面前 领到一颗勋章 因为我们为教会的复兴 为教会的成长 为教会的建设 贡献了我们应该的一份力量 主权在神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神没给我一些 我所希望的恩赐呢 比如讲 我就很想神赐给我一些音乐上的恩赐 但我们要相信 神是信使的 他一定会按着他的计划 赐给我们恩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抗自己身上 每一样的恩赐 上个礼拜五 不上个礼拜五 就前几天 礼拜五 是我们会员会友大会 礼拜四的时候 我突然收到一个信息 有个弟兄 广东话堂的弟兄 告诉我说 牧师啊 你的报告里面出现了一个错误 因为英文的日期跟中文的日期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八月时期 一个是九月时期 你是不是要去改一下 我想这里的弟兄姐妹 一个人都没有看这个报告 所以没有人知道八月时期跟九月时期的分别 只有那位弟兄看到了 八月时期跟九月时期都不一样 连我们的Vica Worden 他都没看到应该 所以我说改不了了 都已经打印出来了 他说牧师啊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我是专门负责一些非常敏感素质的核对 所以明年的AGM report 是不是可以叫我来核对一下 我觉得在很多人眼中 去核对一下 并不是很大的恩赐 但是我想这位弟兄 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是很大的恩赐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明年可以 叫这位弟兄去核对我们的数据 核对文字的话 如果把这份AGM report做得更好的话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恩赐 这也是一个对教会的 带来祝福的一个恩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 我们自己有什么恩赐太小 只要你觉得我们能够对教会做什么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跟教会说 我可以做Hineni 我在这里 请差钱我 多给就多取 很多人都怀疑神不是很公平 为什么有些人 他会这么多的恩赐 为什么我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恩赐 我认识一个属灵长辈 他是一个教授 在曼雷尔学大学里面当医学教授 他是一位心脏科的专家 他还是一位音乐家 他可以指挥 他可以弹琴 而且他还是一位摄影师 他出了很多的摄影专辑 我觉得神对他太好了 他好像是我们 中国有一句话 有句话 形容这个杨贵妃什么 叫极万千宠爱于一生 他的宠爱 神对他太宠爱 他的恩赐实在太多了 相比之下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自己看一下 这位属灵长辈 他也是挺辛苦的 他身体不好 他中过风 所以行动不便 但是他这么多年来 还是孜孜不倦地 为教会做侍奉 他这么多年来 出钱出力地去建立教会 他这么多年来都默默地去支持 很多神学生的生活 其实他还生活得挺累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 不要太羡慕人家恩赐这么多 所以恩赐多的话 神就会给你更多的要求 你会要对神的国度 做更多的事情 就像在路加福音里面 十二章四十八节里所说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脱谁就向谁多要 听了之后 你们可能也 我们可能也不敢要太多的恩赐 最后恩赐需要鼓励的 恩赐需要去发掘 需要去发挥 教会或者我们弟兄姐妹 都要彼此地去 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侍奉 在侍奉中 让弟兄姐妹发现自己的恩赐 去发展自己的恩赐 去发挥自己的恩赐 就像法国的著名的雕塑家 罗丹就是这个沉思者的创造者 他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句话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其实世界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恩赐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鼓励 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或者你熟悉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要去参加侍奉 在侍奉中里面 你们可能会发现 原来你有这么多的恩赐 让我们大家都成为那对发现美的眼睛 烂鱼充树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 这是一个贬义的成语 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烂鱼充树的基督徒 我们绝对不是那位南国先生 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 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 我们都有一颗侍奉的心 我们都有立志奉献自己的心 所以我是希望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教导 能再次点腕我们 让我们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下 在圣灵的吹逼下 在圣灵的感动下 努力参加侍奉 努力发挥我们的恩赐 并用我们的恩赐 尽心尽益地去荣诚义人 大家都非常熟悉 中国的一位诗歌的创造者 叫小敏 小敏他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 他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毕业 但是神给他在音乐创造方面的恩赐 他也大胆地去运用这个恩赐 到现在小敏已经创造了 近一千首的歌 在我们的团契里面 我们的团契的歌 团契之歌就是 同唱一首天上的歌 同唱一首天上的歌 就是小敏的一个作品 小敏的这首作品 非常地好唱 也非常地好听 同时你们大家知道吗 这首歌也成为了冯小干 1942年这部电影的片尾曲 所以恩赐我们大家都会有 只要我们真的要去 好好地去运用它 好好地去帮助教会 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叫做《清晨漏地》 它这是一本属灵的一本灵修书 书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作者说 朋友 你若是坐在看台上很久了 你就需下到运动场上 做一些运动了 所以弟兄姐妹 鼓励大家 让我们不要老是坐在看台上面 去看别人比赛 看别人运动 我们是时候 我们要亲子 卷起自己的袖子 我们要下场 去表现一下我们自己 让我们一起为神国的复兴 一起努力吧 好 让我们去祷告 爱我们天父 孩子感谢你通过使徒保罗 为我们带来如此宝贵 如此丰富的教导 愿你与我们同在 愿着灵成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甘心乐意地去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愿着灵成为我们的照明灯 使我们个个都能发现 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愿着灵成为我们的鼓励 让我们刚强壮胆地去 发挥你给我们的恩赐 让我们成为神国的精兵 奉主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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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